扩张我们的警戒 扩张我们生命的警戒 意象的警戒 话语的警戒 求主今天早上 再次向我每一位同学来说话 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要我们真的能够与众圣徒 一同来明白你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主我们仰望你 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要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 第一章26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照人 使他们管你海里的雨空中的了 地上的生出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再翻到第二章 第七节 第二章第七节 一同来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宠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我们再看第二章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二十二节 耶和华神就用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好 然后再看第三章第八节 一同来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 那人和他 其实听见神的声音 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好 我们上礼拜提到 神在伊甸园里面的创造 给人神的形象跟样式 不单把神的俗性 神的生命性情 公义 智慧 圣洁 仁爱 其实神的可传属性 交关在亚当跟夏娃的里面 更荣耀的 要我们看到 神给人一个什么 荣耀的职份 就是什么 做限制 做神的出口 按照神的心意来说话 给万物走出命名 第二 做什么 祭司 在安息日的时候 带领万物走出 能够来敬拜神 把这个安息日成为圣日 什么叫圣日 就是完全分别出来 来敬拜神的 也做什么 君王 治理全地 那么 是讲到人的被照 特别是亚当的被照 是神用尘土 吹了一口灵气 吸到他的里面 那么 虾 虾蛙的被照 有没有什么不同 很大的不同 第一 材料同不同 不同 材料是用什么 肋骨 亚当身中的一根肋骨 那么 哪种材料比较好 肋骨比较好 是被制造过 已经被神 吹过灵气 不是尘土 是一个肋骨 有生命的 所以材料更优胜 那么 为什么 神 创造小蛙 要那么的麻烦 甚至要把亚当 让他沉睡 好像给他打麻药 让他好像 一天的麻醉 要动那么大的手术 从他身上 拿了一根肋骨出来 然后 拿了出来之后 还要给他身体缝合 为什么那么麻烦 为什么神 创造小蛙 跟创造亚当 不一样 而且是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 为什么神 不同样的 就用尘土 吹气 做两个人 一个男一女 就做好了吗 为什么 神要 经过这样一个 复杂的程序 要从亚当 身中的肋骨 创造了小蛙 原因在哪里 他们的关系 很好 从夫妻的这个关系 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 表明他们本来 就是合一的 本来就是 compatible的 就是能够和谐 共处的 特别是夏娃 他能够跟亚当合一 其实就是他 本来应有的所在 合一 应该所安居的所在 能够与亚当 与丈夫联合 很好 还有 还没有 别的更重要的原因 除了 很好 Kathy的一个观察 非常重要 我们一同来翻圣经 我们一同翻了 以赴手术第五章 为什么神要那么的麻烦 不是单单 只是为了 一个夫妻的 和谐跟合一 我们一同翻了 以赴手术第五章 第五章的三十节 到三十二节 我们一同来 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字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解释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 看到了吗 夫妻的关系 其实是预表 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夏娃的被照 而且是从亚当的肋骨而出 也就发现 我们今天得救 耶稣基督钉在石架上 他的肋骨什么 被吃 从他的肋骨流血 代表他的救恩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带出了教会心腹 而心腹也是属于基督 将来永远地 在高阳会议里面 与基督联合 所以其实夏娃的被照 为什么要从肋骨而出 这个肋骨拿出来 一定有什么 流血 就已经预言预表 将来基督的心腹 是要透过基督肋骨流血 被钉石架而带出来 这个才是最荣耀的 一个意义跟代表 所以到了以赋所说第五章 保罗都把这个的证明 这个极大的奥秘告诉我们 所以一方面 对 这个肋骨 从亚当而出 能够表明夫妻应该是合一的 是可以和谐的 是可以心连心的 小娃是亚当 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做丈夫的 爱我们的妻子 应该就是什么 无条件的 就好像你无条件 接纳爱你自己 所以你千万不要看他 他是他 好像他有这个问题 他有这个缺点 No 他就是你 你如何无条件地 接纳自己 爱自己 你也应该同样的 无条件地接纳爱你的妻子 因为他是什么 你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 不分离我 所以这个特别来说明 夫妻的应有的关系 同时这个也有救赎的 一个预表 说明我们跟基督 那个爱的关系 从他而出 而也与他合一 看到吗 下巴是从亚当而出 又回到亚当的里面 就好像今天 我们从基督的乐旁而出 他流血舍命 大一出 教会 然后教会 这样也与基督 完全的合一 所以从创世纪 就已经神 可以说布局 创造不是目的 创造要带出那个什么 更荣耀的 将来在基督里面 一起的丰富 所以这是 亚当被造 跟夏娃被造 不同的地方 当然也很多的 婚姻讲座的讲员 也特别提到 这个夏娃被造 它的材料比较 优等 比较delicate 比较细腻 不是用成土 那么粗的东西 是用 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所以好像 姐妹是应该 各方面 其实 在各方面 是比弟兄细的 一般来说 真的是姐妹 是比这个弟兄 是细腻 各方面 丈夫看不见的 姐妹会看到 她的感觉 她的情感 各方面都比较丰富 都比较细腻 所以 我们做弟兄的 的确 可以在 对方的优点上面 我们可以学习 真的是 男女有别 从被造的 那个材料 做不一样 做已经比较优等的 所以 绝对不应该 有大男人主义 其实应该是 女生 从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 发现 女生是 better product 是第二代的 改良的 Apple 是改良的 是iPhone 5 不是那个原版的 它是 upgrade过的 从亚当的身中 最优秀的 那个骨 带着肉 创造出小娃 所以应该是 看到姐妹 女性的 那个 那个永美 他们的优点 对 神把这个 家庭的地位跟权柄 给了弟兄 这个也是预表 预表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丈夫是家里的头 好 所以解释 人被造的一些说明 那 跟着 我们来看 亚当的堕落 我只很简单说明一下 堕落 带来的 的结果 跟堕落的原因 你发现 神在 伊甸园设立了一个 三个果树 有人就问说 哎呀 为什么神又设立这个 三个果树 没有这个三个果树 就好了 就不会有试探 就不会有堕落 为什么神那么麻烦 放个陷阱在那边 让亚当跟虾跳下去 把这个洞填起来 伊甸园不是很好吗 没有陷阱 没有散热果树 没有试探 对不对 为什么 神要设立散热果树 而且命令他们 不可以吃散热果树的果子 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 顺不顺服 很好 顺服的问题 顺服的背后 其实要表明一个 更大的东西是什么 一个 爱神 很好 谦卑 很好 背后其实要说明 人要守人的什么 把本分 神要通过这个三个果树 把受造之物 跟创造之神的地位 做一个的界定 所以那个三个果树 就是那个boundary 我们一轮来看 一节圣经创世纪四十章 就了解这个道理 创世纪四十章 四十一章 我们来看四十一章 四十节 看到吗 我们一轮来读 你可以掌握我的家 我的名都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 我比你大 神把一切的权柄 万有 交给亚当 就好像法老 把一切埃及的管理权柄 交给约瑟 但是 埃及 法老王讲了一句话 唯独什么 宝座 我是比你大的 所以 为什么神又设立这个上下果树 来自让人 能够守住 也显明 他是被造主 对我们需要那么多风光 我们拥有那么多的权柄 拥有神的形象和仰师 但是 不要忘了 你是被造主 需要 一定需要有一个界限 来显明出 你是被造主 尊神为神 在 一件事情上面 最少在一件事情上面 你要 尊神为神 守你的本分 就是守住这个的命令 不可以逾越 是一个上下果树 所以这个上下果树 最大的意义 最大的那个目的 是要表明 人是被造的 神是创造之神 我们人需要守我们 一个的本分 要能够在借尽事情上面 表明对神的顺服 跟尊重 所以你发现 当 撒旦要试探 夏娃 吃这个三道果树的时候 你发现 撒旦 最厉害的试探 最后面讲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你们吃了就是什么 如神 看到吗 如神 狼之善恶 本来这个三道果树 就是把人定位在被造诸 但是 撒旦的厉害就是 你要吃这个三道果树 然后你做 可以什么 变成神了 来 其实能知善恶 原文的意思是 自定善恶 不是单单知 而是定 很多人知道 他就自己按着他所知来做决定 以自己的善为善 以自己的恶为恶 不以神的定归为定归 那这个就是什么 他要做神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那你发现 整个人类的痛苦 败坏 苦难 征战 夫妻的争吵 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喜欢怎么做 就怎么做 自定善恶 以心中的善为善 以心中的恶为恶 每一个人都有 他心中的善恶标准的 连一个道解 道义有道 对不对 但是 道义有道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标准 其实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小神 有些人要做大神 要管更多的人 有些人是造神 他一句话 就决定一切 这个权柄 本来只有什么 随神 今天地上的君王 其实所有的权柄 都是derived from God 从神而来的 但是 很多人 他要自己变成神 自己 拥有权柄 透过武力 透过贿赂 透过各种的方法 拥有这些权柄 用他的权柄 去定人的生死 要做神 但是当初在伊甸园里面 一切的和平 一切的和谐 就是人 要守他的本位 尊神为神 就好像一个佛车 守他的本位 走在他的车轨上 就没问题了 但是假如他要制定道路 我就是不走这个车轨 我要走外面的道路 翻车 所以 这是三个果树 一个主要的 一个意义 当然 这个三个果树 伊甸园里面 很多东西 就像刚才 霞蛙的被照 是为了什么 预表基督 看到吗 同样 这个三个果树 也是预表旧安 罗马书第十章 讲到律法 的总结是什么 是基督 律法 引我们 知罪认罪 要来到基督的面前 领受赎罪 其实 这个三个果树 是个律法 神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很容易 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 连那么完美的亚当 在伊甸园里面 都会什么 堕落的 都会跌倒的 但是 就是因着 跌倒 神就预备了 这个羊皮 配在亚当的身上 因着我们的软弱 而带出 神 后面的 恩典 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 这个是个律法 但是律法 是引我们 知罪 认罪 看着自己的卑微 我承认 我自己守不住 我会跌倒 然后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坦白说 没有 散了果树 也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堕落 就没有救恩 但是神就是那么奇妙的 堕落是人 自由意志的勿用 所以人 as a free moral agent 是一个自由的 道德的一个的 一个人 所以他要对他的行为负责 所以 四的日子 必定死 那究竟这个死 是代表什么 这个死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 看到堕落带来的一个结果 在第三章第八节 可以说是 最悲痛的一节圣经 整本圣经 最悲哀 最难过的一节圣经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看到 天起了凉风 也化神在院中行走 把这个行走这两个字圈起来 因为行走这个字在原文是 表达什么 寻找很好 其实行走这个字在原文 是用一个加强语态 这个加强语态 乃是要表达 神在院中走来 走去 走来 走去 不晓得走了多久 表示神心里面的那个 沉痛 沉重 哎呀 孩子 犯罪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从这段经文 不但看到人类的一个的痛苦跟问题 其实也要我们看到神的痛苦 神 真的不忍心 要 把亚当 抓出来 要审判他 因为亚当多长了 神都不晓得 等了多久 忍耐了多久 心里判了多久 走来 走去 表达出神心中的那个的苍然跟难过 但亚当更是痛苦 他害怕神 躲避神 跟神 远离 本来是合一的 本来是 可以 同在的 神的同在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敬拜 是一种荣耀 但现在变成什么 他躲避 跟神要分开 separation 整个堕落 带来一个重要的 问题 就是separation 跟神 分开 跟人 分开 人与神 分开 远离神 失去神的同在 失去神的祝福 失去与神的灵交 那种在主的面前 有满足喜乐的恩典 没有了 不但是 跟神 separate 跟人 也是产生了 疏离 从 第三章 神要彰显 他的审判 亚当都开始着 跟夏娃 关系紧张 就已经 把所有的罪名 推给他 责备他 都是 你给我的女人不好 他害我的 就已经看到 人与人之间的 那个的 冲突 问题 要 人与自然界 的 separation 地受到 咒诅 地不再 为人效力 人要努力 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这带来 这带来 整个的人与神 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 的separation 跟冲突 矛盾 这个地球 不再是个异点 这个地球 如同炼狱 充满了各样的苦难 天灾 人火 地震 风灾 现在东岸又来一个 大风灾 听说是一个 monster的一个 大台风 他们现在在东岸 Virginia 整个原海 都紧张得不得了 连选举的活动 都要停摆 在那边 在这个地球 不再可爱了 许多的咒诅 许多的 真的是 痛苦 因着人的堕落 带来separation 但是最大的痛苦 就是神所说的 吃的日子 必定死 这个死代表什么 两方面的死 第一方面是 他那个 灵生命的死 神吹灵气 带进亚当 灵的生命 让他有神的性情 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但是当了犯罪 他第一个死 就是里面的灵生命死 失去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人 就开始变得很笨 要透过很努力的学习 才懂得一点点 一条草的结构 原来亚当是 植物学的博士 是动物学的博士 千万不要以为 first human being 是笨笨的 No 亚当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神给他的知识跟智慧 是instanteness 灌在他里面 他是所有的生物学家 地理学家 所有他要管理的 他都能够命名 了解他们的 Property 命名就表示 他了解他的性情 失去了神的智慧 知识 道德的属性 人心比如万物的诡诈 坏到几处 人也失去了这种 熟灵的智慧 能够认识神 明白神 所以要我们看看保罗 在罗马书来描写人 多罗之后的一个光景 罗马书的第二 第三章 第十节 三章十节 好 一同来读 第三章 纵如今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寻求神的 连一个都没有 没有 没有 Not even one 特别最大的问题 是没有真正能够明白神的 人按照他的学期 没有人能够认识神的 甚至神 甚至神那么清楚地 透过所造之物 人都晓得有神 但是人却因着他的罪性 把神的荣耀扭曲 变成偶像 所以人没有办法 靠着他的学期 真正能够认识基督 接待基督 光照在黑暗里面 黑暗怎么 不会接受光的 这是我们人 这一个的情况 也就是神的仆人 John Calvin 原仲人所说的 全然败坏 Total Detaility 这个败坏 不是单单指到 道德上的败坏 来自我们里面的 熟灵的能力 这个熟灵的智慧 也败坏 没有办法 能够靠着自己去认识神 所以在以赴手说 第二章第一节 也描写人的一个 道德的败坏 怎么说 死在什么 过犯罪恶里面 这是人的光景 然后到了第四章 又描写我们里面 那个熟灵的 原来有的那个生命 那个心地 的败坏 我们一同来看 这个第四章 十八节 一同来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示的什么 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 无知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上尽 就放纵是欲 贪行种种的物味 这个就是 我跟你 没有新主之前的光景 我们的良心 昏昧 我们的conscience 这个 神的道德律 本来刻在亚当的里面的 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因着堕落 这个道德律 心地良心昏昧 昏暗 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 而且 无知的心刚硬 我们没有办法 靠着自己 真的能够知道神 认识神 我们的树林的悟性 被败坏了 我们的道德良心 被败坏了 完全可以说 没有办法 靠着自己 行善 认识神 所以我们在 系统神学2的时候 我们要花时间讲 那么人 怎么会得救 怎么会认识神 怎么一个瞎子 能够看见 这是我们下学期要讨论的 今天很多的人文主义的神学 很多人定圣天的神学 阿明念的神学 否定原罪的神学 说人自己有能力 可以靠自己认识神 自己有能力 可以行善 甚至不相信有原罪 所以 这是我们要放在心里面 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但是我们看到 人的堕落犯罪 吃的日子 必定死 这句话不是假的 虽然亚当还活在伊甸园 但是他里面 那个神的生命 性情已经死了 他要远离神 躲避神 不但他的灵生命死了 跟着他的肉体的生命 也会死的 所以死亡 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 而最大的痛苦 就是带来一切的关系 山西的破灭 人与神分离 人与人分离 人与大地分离 大地不再属于我们 不再是让我们可以掌控 连个小蚊子 你都掌控不了 幸好现在发明了 那个蚊灯 晚上我们就要 夏天要开着那个蚊灯 哇 那个蚊子 一飞去就啪 我就很开心地 打死那个蚊子 不然拿那个 都不知道怎么拍它 打不倒它 小蚊子都管不了 小蚂蚁也在咬你 小蟑螂也在吓你 幸好我在香港长大 从小都不怕蟑螂 所以蟑螂一出现 师父吓得发抖 我就表现我的英雄本色 哇 师父就抱着 哎 好 这个是我表现的时候 人堕落真的是 什么都怕 什么都怕 什么都管不了 所以这是人的一个难处 人的一个痛苦 好 第三 我们一同来思想 刚才所读的《创世纪》 第二章 神用地上的尘土 造了人 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究竟人被造 我们要思想 究竟人被造的本体 是两个存有的要素 还是三个存有的要素 意思就是说 人的本体 它是灵魂体 三个元素存在的 一个存在物 还是在它里面 只是两个元素的存在物 所谓灵魂与身体 也就是过去2000年 神学不断地在辩论的一个议题 人的构成元素 它的composition elements 就好像我们看一部车子 它里面有多少的components 很多啊 一部车子有很多的components 但我们人当然也有很多的 不同的components 因为有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系统 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等等的系统 但是 这些的系统的 最basic的 这个人的构成 它的constitution 是二元 还是三元 也是我们今天 要特别去思想的 那么 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 创世纪第二章 给我们那个初步的感觉 人是应该是两个构成要素 还是三个构成要素 看到吗 感觉上是应该是两个 因为一个就是物质的要素 成土嘛 material entity entity这个字我很喜欢用 是两个entity 还是三个entity 只要是两个entity 就是像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 物质的本体 构成要素 独立单元 entity就是一个单元的意思 独立的单元 再加上什么 神的口中的灵气 吹进去 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 给我们的初步的感觉是 应该是两个要素 那么有几个的希伯来文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的 在你们的讲义上面 刚才提到那个灵气 那个灵 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ruach 很好写的 中间有一点 这个就是灵 灵气 ruach 这个字呢 在希伯来文 有时候放着 气 breath 有时候放着灵 都是同一个字 我们用来读ruach 有那个唯一 ruach 那么 魂这个字 我们英文发的so 在希伯来文呢 就是nefesh 下下学习 我们可能会开希伯来文 三点 这个三点 这上面有一点 nefesh 我们一段来读 nefesh nefesh 就是魂 就是so 那很有意思的 在第二章描写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我告诉你 这个人这个字 画起来 原文是so living soul 用这个魂 来代表人 常常在圣经里面 用魂这个字 代表人 但是 常常也用灵 这个字 来代表人 就表示说 魂跟灵 这两个字 其实好像是同一字 simum 只是表达不同的重点 都是表达 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圣经里面描写 身体跟灵 有时候描写 身体跟魂 好像人就是二元的 但是常常 那个魂跟灵呢 有时候用灵 有时候用魂 都是表达 人 生命中的两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些经文来说明 解释 基本的二元论 那么 三元论 为什么会产生呢 很多人认为 人的构成的元素 在我们里面 或者你看到这个人 它的构成元素呢 是三部分 不是 所谓的二元 二元的意思说 你的身体死了 你的身体在地上 对不对 一个人死的时候 身体在地上 结果他里面 看不见的那个灵魂 就离开了 对不对 就是二元 看得见的身体在地上 看不见的灵魂 出去了 二元 但是三元论呢 就是说 你有三个构成要素的 身体 假如一个人死了 身体在这里 它的魂 是个独立的东西来的 出去了 然后它的灵 也是个独立的东西 会出去了 那三个构成要素 三个独立存在的东西 只不过人活着的时候 这三样东西都在一起 什么叫死亡 死亡就是 它的灵魂 跟它的身体分开了 就叫死亡 但是问题是 分开是 一样东西出去 还是两样东西出去 这个就是二元论跟三元论的一个正论 所以我们好好来看圣经 为什么这个二元论跟三元论那么重要 因为有些的教会 他们高举三元论 说 在我们里面 除了有身体 还有个魂 还有灵 他们三分都怎么样呢 灵是属神的 那么魂是属世界的 感情等等 魂 所以这个魂来管 包括意志 都是魂 然后还有身体 所以他们常常在教导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身体 做好像一个战场 你要接受灵的管制 神的管制 还是接受你里面的魂的 属世界的管制 所以 人的身体 就好像一个战场 里面 有两股力量 你里面的魂 还有你里面的灵 在一直在争这个战场 在里面斗争 那这种教导呢 常常带来 弟兄姊妹 内心的一个的 不安 甚至是 自我分裂 他会常常想 我这个想法是从灵来的 还是从魂来的 听魂的声音呢 还要听灵的声音 这个不知不觉 就已经有点 变成是一种的人格分裂 里面好像有两个component 有两个的personality 一个是灵的存在 独立存在的 一个是 魂的独立存在 这两个东西呢 就好像两个的力量 是真实的 是独立的 在里面打来打去 所以 解释 会产生很多一些难处 不但是 三元都会产生一些难处 我们最重要还是要看 圣经的真理 圣经怎么说 人是一个二元存在 还是三元存在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的教导 会讲到三元 人是有三个的构成元素 灵魂身体 主要是有几段的经文 我们一同来注意 我们先看这个 帖撒罗里加勤书五章二十三节 帖前三十四十六年 好 一同来 愿 找到吗 愿是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圣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这里提到这个灵 跟魂 我们写一下希腊文 灵很清楚就是numa 灵魂 我们读一下 灵魂 这个是灵 灵魂 这个是受魂 那很多人赞成三元论 他们都引用这段经文 那么还有一个经文 希伯来书第四章 Chapter 4 Hebrew chapter 4 12 四章十二节 好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 都能赤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变灵 你看 这个又提到什么 灵与魂 魂与灵 那 究竟这里所提到的 魂与灵 或是身体灵魂 是什么意思 是否这三个的名词 就代表三个独立的 entity 在我们里面 还是说 这三方面 在圣经里面 只是描写 三方面的功能 那我们来看一处 圣经看这个功能的可能性 就是刚刚好 这个早上 Maria 用马可福音 十二章 来看看 刚刚用的经文 十二章 三十节 好 我们一种来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 尽你 爱主 你的神 那这里提到四方面 难道 人 咒 它的里面 有四方面的 独立单元的存在吗 有一个心 有一个性 有一个意 有一个力 那我们知道 解四方面是指的什么 四方面的一个的表达 或是功能 就好像一部车 它有很多的功能 那不代表 它有五十个功能 它就有五十个的 这个component 不一定 所以 圣经都有提到 身体 提到灵 提到魂 但是更准确的解禁 是魂的功能 魂的一个表现 灵的一个功能 灵的一个表现 就好像这里提到四方面 心是我们的heart 是指到我们 对神的一个切勿 尽心 是表示 我们来切勿神 然后尽性 性是指到 这个 原文是受 但是我们能够 受就是我们的全人的意思 圣经里面 常常用受 就是指我们全人 我们真的是 摆上我们的全人生命 舍命 舍己的爱神 那 敬意 意思 mind 表示我们也 不但有热心 也要有真知识 要用神的真理 来爱神 行在神的真理当中 还有敬意 表示什么 我们实在的需要行出来 真的是用我们的时间 用我们的身体力行 把神的真理上显出来 要行善 要去传福音 要行的 用我们的行动 证明我们对神的爱 说话上 七十爱丈夫 用他的行动 主要三好好吃的菜 给尤金 这个爱有行动的 不是只是讲的罪罢的 那尤金可能 Valentine's Day 就买了很漂亮的玫瑰花 送到Maria那边 有行动的 看得见的 是四方面的一个表达 不一定有四方面的什么 我们里面有个 Sing的Entity 有个Sing的Entity 有个E的一个独立东西 还有一个E的独立东西 不一定 他的圣经是表达四方面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个层面的一个的功能 那么很多人在思想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三元论的想法 还记得我们讲这个希腊哲学的时候 讲到二元论 然后后来产生了这个 洛西底主义吗 洛西底主义就是 一个至高的存灵世界 至高的这个灵神 他会有发射物 然后产生这个物质的世界 那么甚至他们把这个最后的一个发射物 这个发射物真的比较糟糕 比较没有那么的pure spirit 跟那么的神圣 所以他是他比较低等的神明 创造了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定规就是Nogos 就是道基督 这种的结构会带来一种的想法 就是分成灵 魂道 魂理性 跟身体 三分法 三元论 所以有些人认为 这种的三元论 其实多多少少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是受到这种洛西底主义的 的一个想法 那么 在基督教里面 基本上就是 灵 神就是灵 神的灵 创造了物质 就是两样东西 这个宇宙只有两样的存在 灵存在 跟物质存在 那么 我们人的存在 太奇妙了 是灵跟物质的 合一体 成为一个 有灵的 活 人 又有物质 又有灵 那同样 耶稣也是 道成了肉身 成为一个 完全的人 所以 基本上在 比较正统的神学 是比较 接受二元论 人的 构成的要素 所谓是 Dichotomy 看看这个讲义 这个英文是 Dichotomy 不是Trichotomy Trichotomy 就是三元论 那么 刚才提到一点 接受三元论的人 就是说 灵的存在 这个灵的存在 就是 这个灵是从神来的 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 你就得到这个灵的存在 所谓灵的存在 跟灵的生命 那这一部分呢 在你里面呢 是管 熟灵的事情 管你跟神的沟通 那么你原来 就有一个魂 你没有信主之前呢 对不起 你是个魂人 魂蛋 魂的人 只有一个 soul being 这个魂 就是管你 整个的心思情感 医治 你的罪性 所有都在你的魂里面 身体是清白的 所以 一个圣徒 他可以 因着灵的 进来 灵生命 进来呢 可以管住这个身体 但是没有得救之前呢 你是被魂 你里面就有个魂 控制 你一切生活 都是你里面的魂 受 在管制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这样那个三元论 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 表示说 你信主之前 你是这个魂的人 信主之后呢 你里面多了一个灵的存在 这个灵 本来你没有的 懂吗 是从 一定是外面飞进来的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这样我们再讲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 这个灵从哪里来呢 还是从我们里面 符合过来 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你原来是没有的 但是却成为一个 spirit entity 那么这个东西 你原来没有的 这个entity 那么怎么去define 你的identity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 你的identity是 你的灵魂来定义的 不是这个肉体来定义的 那么 假如你信主之后 你得了一个 这个灵的东西 不管是从外面飞进来的 还是说 你里面 符合过来的 反正就是 你原来没有的 这个identity 那 就产生 Who are you 的一个问题 你得救之前 跟得救之后 其实 lost identity is not the same identity as you are before 即使在神学上 对三元论的一个challenge 产生一个问题 那么 二元论呢 就是 是一个 比较 不会产生那么 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 你得救之前 就是有这个灵魂 在你里面 只是 你这个灵魂里面 里面有一个 灵魂里面的功能 被破坏了 所以等于说 这部手机 它修理之前 跟修理之后 是同一部手机 只不过 它 修理之前呢 它的那个 可能看视频的功能 播放的功能 坏掉了 所以它看不见东西 也听不见什么的东西 把 送上去 修了 把它打开 修好了 还是同一部手机 只是它原来 本来有的 这个的功能 恢复了 所以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你里面的 那个俗灵的功能 Spiritual Function 你的俗灵的悟性 被开启了 那个俗灵生命的能力 被打开了 Reactivate 很好这个词 所以 圣经说叫 Regeneration 把它 regenerate 把它 把它活过来 这个功能活过来 不是 原来没有这个灵魂 突然间 不晓得从里面冒出来的 还是怎么冒出来 一个新的东西 你以前没有的 不是 对 第二章 第一节 我们原来是死在过万最后里面 我们那个俗灵的生命功能 与神隔绝 但是 当圣灵 在我们里面做重生工作 就把这个俗灵的功能 把它Reactivate 把它regenerate 我们原来 中有眼睛 只是眼睛 瞎了 看不见 懂吗 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跑进来 它是原来亚当 神所创造那个同样的亚当 不是因为亚当多罗 他的灵就飞出去了 没有那个灵 就死掉了那个灵的存在地 它还是同一个的灵魂 只是说 它那个灵魂 失去了很多的功能 失去了很多的能力 那么 圣灵做重生的工作 是进到我们里面的灵魂 来做 Reactivate的工作 所以 你得救之后 你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灵魂 不是说 你原来只有两样东西 魂的存在 跟身体的存在 一信属呢 就里面又多了一个灵的存在 然后你死的时候呢 你的灵飞出去 魂飞出去 因为你有三样东西嘛 你懂吗 所以我们现在是讨论一个 更根本的本体的问题 然后我们传统都会比较接受 二元论 人死了 身体在地上 埋在棺材里 他的灵魂 所以一个灵魂 他就出去了 离开他的身体 而不是有两个东西出去 或者说 这两个东西是紧密在一起 whatever 但是是两个东西 灵的存在 entity 魂的entity 那 福音派大部分的教会 基本上 比较会接受二元论 那我们 还有几分钟 好 我们马上等一下 要看几个经文 来证明其实 这个灵跟魂 常常是个 synonym 是个同意词 一个 人的 存在 有时候描写 它是 灵跟体 或是魂跟体 所以不是 有三个的 独立单元 在我们里面 好 休息几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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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